是释迦摩尼佛 那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摩大愿地藏王菩萨 那摩大愿地藏王菩萨 那摩莲花生大师 一心鼎礼 大摩祖师少林寺历代祖师 愿发菩提心愿修大悲心 愿安住空性普渡众生同臣佛道 好 请放掌 那我们今天是特别加一天 那因为我们这次在英国时间蛮长的 从8月4号进来 然后呢在博明汉9天9夜 一百多个人短期出家 然后跑了很多地方去燕贡墓区等等 那今天也算英国地区的法会圆满日 所以呢我们来这边念念经也好 思维佛法 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多一点点的善跟功德来回向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就像一个 一个出国去赚钱的人 十多年才回来 就要把赚的钱回来供养 家里的相亲父 这才是他生命的意义吧 那我想各位也应该这样每天用这种心态来过生活 能够在一天里面 广修功德 当然最大的功德是发心 如果你的心态是一个圆满的无上心 我们叫无上菩提心 哪怕你念一句佛号 不是一滴水 那功德就会变成无量无边 那为什么 因为无上菩提心 他讲的就是 他对所有众生负起生命的责任 对这个整个世界负起圆满的责任 而且这个责任 要自己认为说没有得依靠 这个整个世界 假设七十亿个人 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就你一个人要负全部的责任 那无上菩提心就是你要对 整个法界的所有众生 要负责任 那最圆满的责任 所以自己就要成佛 也唯有成佛 才能够圆满这个责任 但是为了要成佛 那你现在能够做的是 用你的心 去对所有众生负责任 承担对方的苦 所以 所以不管哪一个国家怎么样 不管哪一个生命 在痛苦 都是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只能用了一个圆满的心态 我想一个妈妈 对她的独生子 正在生病的时候 这个妈妈 她不可能说 我用99%的心 我不要用100% 我保留一点 她没这个想法 就像我今天看新闻 在广州 有一个妈妈姓鄧 生了两个双胞胎 结果两个双胞胎生下来 有一个处然发病 可能是心脏血液的问题 医生说这个很难救 花了很多钱 终于把她救回来 救回来以后 又发觉家里这个小孩子 也发同样的病 那时他们已经 房子都卖了 根本没有钱 后来他们夫妻就讨论 真的没办法 至少救一个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钱了 那他们就用一种叫 抓什么东西忘了 就说抓钱 对了 结果大的双胞胎也没抓到 第二个抓到刘 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就跪着 跟这个大的磕头了 爸爸妈妈对不起你 这个很可怜的 他们 好在是他们的老母亲 跑出来 我两个都要 叫他们两个父母去外面发跪 所以无论如何 要抢救到最后一秒 那好在这个因缘嘛 这个事情传播出去了 有一个慈善组织 就帮他们募款了43万的人民币 让他们暂时过关 但是后面录了还很长 那我想这个 当各位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事情 一个新闻报道 而是你就是这个爸爸妈妈 你就是那个老妈妈 你就是那两个双胞胎 那对你来讲 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和为他们精进努力 做你能够做的各项功德 所以减低他们的痛苦 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助援 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护法菩萨 只要你有一个善心 悲心甚至菩提心 这些护法菩萨会创造各种因缘 何况他们是天人 天人护法 整个地球铺满黄金 对他来讲也是小事一件 因为他要 他发这个愿要赴这个 所以学佛 就叫我们不用用心机了 用菩提心就好了 也叫慈悲无障碍 法力不失忆 所以只要你有这个悲心 你放心好了 佛法的力量佛法无边 所以地上王菩萨的妈妈 因为地上菩萨的发心 整个地狱一起进空了 所以就像各位昨天拿这个咒 打水球咒 这个是佛菩萨的力量 这个咒的声音 这有一颗沙一滴水碰到这个咒 然后这个水滴在那个往生者的骨头上面 甚至我们写牌位 跟他一起在无间地狱的通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当然佛菩萨的力量不可思议 这就是圆满菩提心的 但是话又讲回来 佛有四种 没办法圆成 完圆满了 就是众生度不尽 这样了解吗 不管佛的力量再大 众生度不尽 所以佛陀有这种无尽的生命 他必须不断地 所以一个人成佛以后 他的目的就是不断地轮回 不断地变百千万亿 叫千百亿化身释迦摩尼佛 所以成佛的目的就是如此而已 永恒地在净化整个世间 在普度所有众生 这成为他的生命 那我想我们大乘佛教 就是希望自己一直要安住在这种心态 不执着一切 却发展了这种大悲菩提心 不要去想自己的快乐 你喜欢某一个人 你喜欢某一件事情 你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送还原经 你喜欢没有喜不喜欢的 这个世界是 众生需要你做什么 你都要会做 所有的宗教 天主基督教 各种宗教 所有的教派 你都要懂 为什么 因为你要度对方 你必须横顺对方 所以你横顺对方 先让对方离开暂时的痛苦 脱离伤恶道 先让他升天 再让他发菩提心 这样可以 我这个人喜欢修解脱道 那我先教你如何证阿罗汉 当你达到阿罗汉的时候 我才告诉你 阿罗汉不就近 进一步让你回脚向大 又走路菩萨道 但是你不能一下就给他说 这个不是佛法 所以菩提心之所以广大 他就像一个董事长 他底下有一千个员工 这个董事长一千个员工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会 而且都做过 所以他必须圆满一切 所以我想我们佛菩萨的功德这么伟大 如果我们去了解 每一个佛菩萨的修行功德 太赞叹了 这样我们才会缩小自我 才不会凸显自己 我是个有钱人 我现在某个条件很好 你就会骄傲 我现在是个博士 你看人家都叫我博士 你也会骄傲 这个骄傲就让你不会再进步了 我慢高山 乏水难入你就不会进步了 因为你就活在别人的眼光跟称赞里面 但是各位行菩萨大家倒过来想 没什么好骄傲的 只要有一只小生命在受苦 那就是我没有富含我的责任 你就会很苦 所以对佛来讲 他的生命就在保持在这个状态 保持在这个状态 做的事情跟我们凡夫都一样 但是动机不一样 我们也去卷钱 我们也去放生 我们也在吃树 我们也在拜佛 但是佛也这样在做 但是他的动机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一步一步的让众生快乐 一步一步的让众生都成佛 所以我想这么说呢 那大乘佛教也不是这么太困难 但是各位呢 为了达到如此 所以你要多读诵 大乘经典 所以光无量寿经 叫我们在辈子来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 劝进行者 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发起一个 一个正确的动机 圆满的菩提心 但是呢 在日常生活 深信因果 断而修缮 但是为了要让自己有圆满 维持这个大乘的心态 你要读诵大乘经典 虽然现在佛不在世 但是你只要以大乘心 去读诵大乘经典 那你的思想就可以维持在佛的心的状态 劝每个人都这样做 劝每个人都发菩提心 所以当然佛法 有昨天讲了人天福报 追求现实的健康 长寿圆满 儿女平安等等等等 但是你只要发菩提心 这些你不用求 这是自然的会圆满 那佛法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追求解脱生死 正入涅槃阿罗汉 但是你只要发菩提心 你真发菩提心的人自然就无我 因为你不能为自己想的 所以叫无我的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必须以无我做基础 空性 以大悲心做根本 所以我们就要去研究 怎么样 来生起一个正确的菩提心的动机 读诵大乘经典 亲近发菩提心的这些善知识 那这呢不断的祈求三宝的加持 那今天是农历初始 也是莲花生大使的加持 莲花生大使是成佛的 而释现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一下 莲师的七请文 然后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安住在佛的心 因为莲花生大使讲一句话很好 把你的心交给我 你不要有你自己的想法 因为心是我们的生命 它是全然的供养莲花生大使 但是这个供养莲花生大使 你才可以找到你自己 所以你不要考虑太多 你现在你身体不舒服 但是这个不舒服 你要想的是众生的不舒服而已 所以众生病菩萨就病 这样而已 我想妈妈最大的痛苦不是她生病 而是她的儿女生病的时候 那才是妈妈的痛苦 那我们必须让自己保持如此 所以七请里花生大使的加持 任何一尊佛菩萨事实上都一样的 只是今天是初始 哪一天是什么佛菩萨生日 我们就那一天就很认真 意思是说就像这个地球一样在转 什么时候是对接近太阳的 就这个意思吧 中午的时间太阳最大 在这些日期里面跟佛菩萨最近 那我们在最近的时候 我们就来七请这尊佛菩萨 那七请干嘛 不是加持我们发财啊如何啊 是加持我们的心 保持在佛的心这样而已 因为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佛 但是你有佛的心 佛的力量可以透过你去利益众生 就像小小的镜子可以把强烈的阳光 很强烈的凡事让对方眼睛都看不见 那这就是大乘佛教的心态 那你维持这个菩提心 那你自然就应该去慈悲 你自然就会不失慈戒忍辱 一切你都会做 你真实发菩提心 你自然就会很精进 所以菩提心是如意宝 你要得到所有的什么消业障 消魔鬼啊 福宝啊 利益众生啊 那你就抓住这个点这样就好了 我想各位就像人家听歌吧 听歌一定有最好唱最好听的歌声 是属于什么你知道 这个是你没办法去评估的 反正你就知道他这个很好听 就像各位吃东西 好吃不好吃那是一种直接的感受 你端在桌上你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是你吃下去你就知道 那菩提心也是这个意思 你的内心里面跟佛的心 跟阿弥陀佛跟念华生大师 有没有同一个点 那各位你要去抓这个点 那如何抓这个点 那就叫全然的奉献 把自己的心交给阿弥陀佛 交给念华生大师 交给观音菩萨 或是让阿弥陀佛的心 完全占据你的心 这叫一心念佛 在密称里面上师入心 你要以你的上师的心 充满你的心 而不能有你自己的想法 师父 我想不用想了 那佛菩萨怎么做 那我们就怎么做 那你要这样来消除这个 我执法执 你必须消除这个障碍 所以我想每一点 就像各位你拿麦克风叫你唱歌 你一定想要唱出最好听的的声音 来感动别人 那就是永远抓住那一点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世间人都有那个点 只是他 他的姻缘不到 他把这个点放在成就上 唱歌 煮饭 做董事长 做领导 做很好老师 因为他希望被人家称赞 他做得很好 但是佛不是 佛不是 你不要称赞我 你做得很好比较重要 我是所以做这样 是为你而做 而不是说 我要凸显我这个医生很厉害 我这个歌星很会唱 我这个演戏很会演 我想每一个爸爸最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能够清除以兰 胜以兰 所以每一个佛菩萨 他之所以视线成佛 他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 不断佛种都跟他一样 我想齐寝的目的就是 让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这个我 把自己交给莲花生大师 让莲花生大师 就像各位有点这样吧 如果今天医生不帮你麻醉 他帮你开刀 你会骂死了 太痛了 所以那佛法就是这样 你要把你自己全然放下 没有我喜欢我讨厌 完全把自己相信融入学习 这个不是太困难的问题 太困难就是自己障碍自己 所以一定要不断的消业障 也不断的去思维无我空性 也不断的去思维大悲菩提心 但是不能每天停在那边思维 你不去做事 就像你在研究炒菜煮菜 你不煮来吃吃看 怎么知道好不好吃 味道是不是 所以不管你在发明什么 都是要给人家去尝尝看 吃吃看 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在这种心态 很重要 不然的话我发觉 现在有着修行的方法 有一点问题 我们要念几遍这个 要念几遍这个 要拜几遍 但是他已经离开主题了 每一个行为 拜佛 诵经 持咒 忏悔 观想 都是为了 都不离菩提心 这个叫前行 但是我发觉很多人 把前行当作一种压力功课 因为他忘了 每一个前行都是菩提心的意思 拜佛也是菩提心 持咒也是菩提心 只是透过这个前行 让你圆满菩提心 而不是说我圆满前行了 结果一点感觉都没有 变成一种压力 变成一种功课 变成一种考试 那你已经离开主题了 这个又偏了一个轨道了 所以我想 不管你做什么修行都可以 前行也可以 世间 你来利益众生也可以 你自己来拜佛也可以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就是菩提心 念佛就是菩提心 所以 你必须要修一亿变的菩提心 就是这个意思 你必须让你每个呼吸都是菩提心 那可以 最后你的菩提心才会安定 最后你的菩提心才能够圆满 正入空性的菩提心 那所以我们要多几次让自己有这个机会 保持这个正念 正知 所以个人有个人的方法 但是千万不要去勉强别人跟你一样的方法 所以所谓善知识是 为什么说古时候的这些禅宗主师 他必须去找另外一个真实的 类似有缘的禅宗主师 透过他来开你这个点 你要怎么修 因为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所以释迦摩尼佛讲八万四千法门 他不是说一种方法全部人都用 不是 福陀 为什么叫花开见佛物身 如果你能够见到你的佛 那透过他 他可以让你进入那个点 但是我发觉现在有一点就是 平头是平平等 大家都一样 问题是大家的根系都不一样 发心不一样 音乐不一样 但是不能用一个大家都一样的方法 老实说我像我在这边讲 我也认为说 或者是一个互相提醒 对各位有没有帮助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就参考参考 如果各位你真的要修行 那你一定要去亲近 整整的跟你素是有缘的 而且你动机也正确的 对方也有这个圆满功德的 这种善知识 而且在不一样的阶段 有不一样的点 我们必须一一突破 如果你世间法还不圆满 你去找那个最圆满的也没用 因为你必须从这边开始 这边开始 这边开始 最后你才到了那个点 他不是说那我来去找那个世界最出名的法王 打活佛 因为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你是小学生 你去找博士毕业干嘛 所以各位你还是要按照这个 自己如果你动机正确 没有错我为了博士毕业 但是现在我要进什么幼稚园 什么小学什么国中 他是这样上来的 但是佛菩萨会帮你安排 特别在末法 莲花生大事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 我想哪一尊都一样 信心为主 那今天是联时的加持日 乃至会共日 所以我们来 提醒联花生大事的加持愿 这是英国的各项法会 乃至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 都得到一个加持 由不好变好 由痛苦变成快乐 所以以这个出世间的心态 以菩提心来用世间法的方便 来帮助人类达到一个真正的和平 真正的快乐 就像每个人类部分宗教都希望来世 现世很苦没关系 来世到一个不苦的地方 快乐的地方 但是究竟快乐 在你的心里面 就是说你圆满菩提心的时候 那那个才是究竟的幸福 为什么 可以帮助众生的幸福 而不是自己的平静的幸福 好 跟我念联花生心咒三遍 这也代表一个传承吧 如果你过去没有这个传承 那在藏传佛教 就希望什么事情都有一个 一个清净的传承 这样比较有力量 来 那所谓的灌顶有深的灌顶 那像雨的灌顶 心的意的灌顶 那各位如果将来有一个正确的灌顶 非常好 因为你的身体可以变成联花生大师 在观想 你的声音变成联花生大师在念咒 你的心变成联石的圆满的菩提心 那你在展现的就是联石的功德 来帮助利他的事业 那这是在密城里面很重视这个 但是你要得到这个圆满的灌顶 基本上是你发心一定要正确 不是说我得到这个灌顶 我可以发财 我可以如何 而是说我愿意完全的跟这尊佛一样 你要行持这个佛的圆满的事业 就是你要有这个这个愿 这个菩提愿 所以一个利他的菩提心是完全不自私的 完全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 所以现在各位就 这个修行很重要 因为人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他有个我 我想要谈恋爱 我想要漂亮 我想要得到我自己想要的 这个就很痛苦 那各位你 念阿弥陀佛我的身口意 就跟阿弥陀佛完全合为一体 真实在普度众生 让他们呢 因为看到我而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往生极乐世界而正的智慧跟悲心 而愿他们将来也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 而这样在念佛 那一定要让自己调整 如果说你要修大乘的思想 那这样你就可以超越自我 不然你就会觉得 我好寂寞 我好有钱 我好痛苦 我好快乐 那你就还在我的思想里面 那所以你的个性就改变不了 你的习气就改变不了 因为你还是用你的个性习气 在做事情 但是要让自己完全的进入 进入佛菩萨的状态 透过念佛 透过诵经 透过慈咒 这是一个助缘 透过日常生活 像观音菩萨一样的去救苦救难 那是更快的方法 但是两种都要修 所以从静的过程里面去动 一直保持在这种福慧双修的状态 我想这个是超越自我 开发佛性最好的方法 这是每个人的本尊不一样 比如说你素师修修佛莲花生大师 所以你现在在修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相应 就像我回布丹 就像回家里一样 因为布丹是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地 所以你回到那边 你会觉得看到莲师 就会很感动 就很震撼 每个人可以去找到自己这个点 非常好 你素师修观音菩萨 修得很好 所以来自你造了观音菩萨的大象 去让人家礼拜 所以观音菩萨对你很有加持力 在你内心里面一定要有一尊 有一尊 至少一尊很多人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丹花生大师 你眼睛闭起来 来自不用闭 你都觉得他在你心里 而且他的形象你看得很清楚 他在想什么你都知道 那你要随时把握这个点 这个很重要 那以这个点来超越你自己的生老病死 以这个点的力量来帮助众生 如果你说我在帮助众生 你会气死 对不对 因为我们永远不远 但是佛菩萨在帮助众生 那你就变成化身 你变成不是你自己的 我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 我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这个化身是个幻化的 他只在完成观音菩萨的慈悲 所以你自己就很平静 不然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满 因为是你在完成 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修修佛法就要把这个 我我你你消除掉 只有自己完全融入 融入这个真理里面 然后你才看得到真理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要出家 甚至真的想要出家 结果走错路了 他没有去找到一个有真理的地方 或真理的道场 他只是依靠一个道场 或是依靠几个人 结果他看到他的缺点 哇他翻了 他受不了了 错是错在你自己 因为你没有用真理的角度去追求真理 因为你自己看不到真理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自己要很冷静 去分析 所以一定要深入精湛 要让佛菩萨加持 然后你去看到这个点是对的 然后这个变成你带人处事 做事的方法 不然有时候会利用佛教 去造了一些让别人批评的事情 好像你为了要弘扬佛法 却一直在满足你个人的私欲 有限的观念 因为你没有融为一体 所以莲花生大士的教研 各位要看 现在很多翻成中文的 特别是福藏 内容非常好 而且莲花生大士的教法里面 包含所有世间法的圆满 世间法到空性到大悲到菩提心 所以叫九秤次第圆满 恩阿恩伯传 所以莲花生大士的心咒 包含诸佛菩萨心咒总集的力量 各位如果你上网去查一下 连世心咒的功德 你会读不完 每一个字代表什么 我想一门入门门入 并不是说你看到莲花生大士的心咒功德这样 所以我只念他其他不念 那你就错了 真正的修行是你懂得莲花生大士 原来地藏菩萨观音菩萨 每一尊佛菩萨的功德都是这么殊胜 而且没有分别的 只是说善巧方便 这个人修律度母的 这个人念观音菩萨的 这个人念地藏菩萨的 那我呢就利用这个方便进入他 最后我们回归同一点 哪一天你要修道 你看到圣母玛利亚 看到上帝 你感觉都一样 因为众生的佛性平等都一样 这个人是信圣母玛利亚 你用圣母玛利亚的语言来勾造他 走入他的佛性可以 那就超越了这个分别了 我相 人相 好 所以我们念咒的时候 愿自己跟廉师合为提 愿众生 我们念这个不是加持我们 愿所有众生得到联华生大师的加持 生病的赶快好起来 贫穷得到富贵 烦恼得到极尽 修行的愿得到正确的发心 亲近了一个很好的法门到场上知识等等等等 那廉师的愿里面包含所有一切 这样来念诵 好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人得癌症 很痛苦很痛苦 你想要帮助他 那这个就是一个立他的心 但是我们毕竟能够帮助他有限 因为我们也不是医生 也不是佛 但是问题是这个立他的心 想要帮助他 这心你要抓得很紧 然后呢 这样来齐请佛菩萨加持 那你自然就有帮助他的力量 佛菩萨会加持他 你也会开发智慧 会提供一些方法 对他有帮助 会讲出几句话 对他刚好能够那个点 所以我想各位要保持这种 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 自我功德力什么 就是一种大悲心 大悲心 那再来呢 祈求圆满菩提心的佛菩萨的加持 这个人生病了 我一为他念药师座 这个人金钱上有困扰 我帮他齐请财神加持 这个人精神上有障碍 我希望他能够赶快好起来 也让他家里欢喜 那这个心你要保持在 这个叫悲心 但是方法呢 那我们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那时候你帮他念准迪咒 或是念金刚萨多 特别念金刚萨多 他有说一个人精神有障碍 忧郁症 躁郁症 那你就帮他念百字明咒 消除他的业障 观想金刚萨多在他的头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又拿一颗甘露丸 泡在水里面 一直念这个咒 念完以后才给他喝下去 那我想各位 这一点你要自己亲身去做 那去做你会发觉 嗯 不可思议 就像我经常坐飞机 看到小孩子在哭 经典说帮他念准提咒 观想自己变准提佛母去抱他 他会不哭的 那你要自己认真去做 那时候你会觉得 他真的不哭了 因为你在帮助他 那个时候不是你在帮助他 而是因为我去请准提佛母 化为准提佛母去帮助他 然后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 但是你就会 针对这个人你要帮他修什么 针对那个人你要帮他念什么 但是动机还是一样 悲心 而且那个时候替他发育 所以在飞机上 我现在没有办法放声 但是我就会拿个笔 我今天要去放声 一千只鱼 我替他做什么 我帮他点了一千个灯 帮他供 我都写好了 这个功德 你只要写好了 等一下飞机 下飞机我传真就 简讯就传回去 我们秘书叔 马上就帮我去做完这个功德 这个叫智力 佛力 法力 这是你该做的 所以各位要经常布施 布施 这个布施 所以我在发给各位的牌位上面 写个点灯供水 你可以写更多 像我都写了20条 点灯供水 摘生生医疗 什么都做 素食 饲料 都写好了 每一样 我都帮他付钱 这样 为什么帮他付钱 这个就是我要跟他结缘 要跟他结缘 回向同样的 生病的 这些小孩子 同样的 现在在家 交付病房 受苦的 那你也把你功德 变成平等 很大悲心 那你要去做 默默的做 你妈妈生病 你会拿 我可以拿一万磅 我赶快去帮我大放针 你妈妈生病 你拿一万磅 结果隔壁老太太生病 拿一块钱 一块不错了 你还出一块 但是有些人就 发不起那个大信 所以各位 你要勉强你自己 因为你 为什么叫布施波罗蜜 那你要消除我子 特别这些自私财产的奸贪 对不对 而且你要相信过 你越为别人布施 那你越能够满怨 你越能够 如果今天为一个可怜的老人 你都不愿意布施 而只发愿说 我要盖一个老人院 那不骗人 老人院这个有面子 要盖一个老人院 你看多厉害 但是明明一个老人在那边 你都不救 所以各位这一点就是 修行是一种自我征服 我常常讲 你讲佛魔交战 你佛跟魔在打仗 看你打赢谁的嘛 往往是我们输啊 明明佛是用他的 所有的一切在布施 我能够为这个人死 那是我的最好的因缘 因为死了又生 根本没有生死可言 这个不清净的生命 这个不清净的钱 可以拿来做这个事情 多好 不过在这边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多称赞别人 有些人很会不失钱 但是懒得称赞别人 不骂你就不错了 嘴巴苛刻也没办法修行 所以呢 心要如此 口要如此 身要如此 你不能说我的个性就是不会称赞别人 你不叫我骂你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那你就不想修也没办法 如果你想要修 那你要征服 就像我出家的时候 老子说我很爱我的太太对我没有话讲 找不出这种好人 我的儿子我爱他爱得要命 所以我家里的老人特别丈母娘 把我 我丈母娘是我类似的妈妈 她对我那种好没办法讲 你打多少麻将多少钱多我来出 只要你不要离开我 每天让我看到你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 因为要出家 你必须放下这些东西 这个放下的过程很苦的 你没有经过这个苦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悲心 现在很多人就是 一方面爱也爱 一方面修一修 鱼以熊掌兼得 边谈恋爱边修行 但是他放不下那个 他就想要追求这个 他也觉得佛法很好 但是如果你真实要发起 所谓广大无我的菩提心 那你要去思维佛陀 当初怎么出家的 对不对 佛陀出家的时候 跑到他房间 看到他美丽的太太 耶稣佐罗 抱着他儿子 罗后罗在睡觉 但是他知道 他必须出家 他必须解脱生神 找到真理来普度众生 所以佛陀的经典我看 他说他心里有刀 在割他的心脏的痛苦 痛苦到极点 然后他必须放下 为了众生 为了真理 他不能回头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只是做个比喻 当各位你决心发菩提心 要利益众生 你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同时要加持你 我这个人爱发脾气 我这个人懒惰 这个佛菩萨要加持我 让我断除他 如果我在起这个念头 我要受到很大的痛苦 我才会放下 我们就是太舒服了 了解吗 喜欢舒服舒服的修行 不忍心让自己受一点苦 所以有些人不能够改变他一点点的 所谓烦恼 他就是因为受的苦不够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 那受苦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不忍众生苦那最快 你看到对方的苦 你实在是快发疯了 受不了 那你要去多思维众生苦 那你就会生起一个很强烈的悲心 处理心超越自己 因为众生的苦超过于我的百千万倍 我才一个众生无量无边 那我讲这个意思说 当我们在齐请发愿的时候 不再发愿说 让我这个房子赶快卖出去 让我现在不要得癌症 那这个愿就不是大秤的愿 不是大秤的愿 那你就跟这个本尊不相应 所以你就感受不了观音菩萨的 这种慈悲存在的力量 因为你求的是世间的愿 或个人的解脱 这样就没那么圆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 祈求林华生大师的加持 希望整个英国 整个地球世界 整个法界 这些违言障碍都消除 所有众生 愿升天的得升天 愿健康的得健康 愿解脱的得解脱 愿成佛的成佛 得到世间的成就 共同的成就 不共的成就 那就相应于空性菩提心的 那这样 来祈愿 也就是说 你把英国女王请到你家来 为什么 我家厕所不会通 那请她来干嘛 那你能够请到 英国女王来 因为你在关心整个英国 以及英国跟世界的关系 所以女王驾到 因为你的心跟你王的心相应的 可以的 所以我想你 各位一定要当自己 一直想这个 不能一直 我想我这样讲的时候 佛魔教授 你的念头里面 一定有一些私心 爱然心 执着 虽然不是坏心 你不会害人 但是你的心里面 一定有一些小老鼠的想法 不是大雄大利大象的想法 对不对 普贤菩萨起大象 文族菩萨起狮子 那个是很威猛的 这个威猛 这个威猛 是要断除众生的烦恼 那大象是 忍入负重不退转的去 众生度尽我愿来尽 这个用动物来表达 这样 那你发起的心 必须要 要这么大 老实说 我在这边讲 我也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发心 那对我有帮助 因为我要勉励自己 对这些牌位也有帮助 大家一起发菩提心 广修功德 尼佛身净土 这样 对我们英国少林寺的地基主 土地公也有帮助 大家一起发大心 来护持佛教 那你必须要 要用这种心态 一直去鼓励自己 那所以我们 为了达到螺旨 所以我们来 愿 莲师的本愿 能够成就 莲师的本愿 本愿不是满足你个人的私心 这一定要加持 所以莲师的本愿 是为了众生 那我们要以佛同心 这个叫一心念佛 念一下 同行同愿 对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 同样的发起这个 利他的行为 同愿众生都成佛 这样来一心念佛 这个就是大乘经教的教育 各位你要懂的这个教育 所以同样大家都在念佛 大家都在持重 那是因为动机不一样 结果功德善根不一样 当然如果 我们要修大乘佛教 那个会要抓起这个圆满 特别达摩祖师非常锐利的 要求非常严谨的 但是达摩祖师是个观音菩萨的化身 他这个严谨、锐利 他就希望我们真实发起圆满的悲心 但是你要讲悲心 必须要很锐利的 能够超越原文字的去找到那个点 那个所谓的禅、空性 那这个是不太容易的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在谈禅中禅中禅中 但是有时候你就感受不了那个味道 但是感受不了味道 你不能就放弃 那我自己要做好 我要求自己做好 天天齐请达摩祖师的加持 供养达摩祖师的形象 礼拜供养齐请 请问达摩祖师在不在 达摩祖师是佛耶 他哪里不在 骗一切处的加持 进入你的心 只要你齐请他 而且念达摩祖师都好 有些菩萨说师父我不会念咒 那你念达摩祖师没有咒 连文字都没有 你去抓他的心就好了 所以佛法念咒是帮助你的心 而不是说念咒代表佛法 念佛也是帮助你的心 但是你的心抓到了 你自然会念佛 你自然会持咒 因为对方喜欢什么 我们就念什么 你不可能跑到不丹尼波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一样的 你到那边你要 你到不单去 你到不单去 这个可以 这个好 事实上 那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的 那各位要超越这个法 不能用法子 万法都平等 万法都空性 让自己融入 所以今天是廉师特殊加持日 所以我们一直祈求廉师加持 也愿廉师的愿力 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我就完成 也希望各位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你自己整个都化成一颗小小的沙 像没有的存在 进入廉师的脚趾头也好 心也好 我不是我 我是廉师身上生出来的一颗小小的沙 早上我又从廉师的心里面又跑出游 然后去圆满廉花生大事 在这世间的愿 大家在做廉花生大事的 你也讲心上的儿子 所以我们都是佛陀的儿子 心子 就是你要跟佛陀的心一样 没有我 那这样修很容易修 你就不会执着 晚上就是完全正入空性 化为光进入廉花生大事 廉花生大事进入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进入普贤旺路来 或者进入整个世界 你要故意 你是念阿弥陀佛的人 晚上你就化为一个 就像看到那个电脑动画 完全照见五蕴皆空 没有了 然后变成一道光 进入阿弥陀佛的心 进入极乐世界 早上又从极乐世界来 普度众生 累积成佛的质量 那每天就让自己如此 那这样以后 并不是放弃世间法 不管你是做电脑的 煮饭的 开车的 做什么的 都是在实践佛法 因为离开众生 你就没有佛法好做 所有的大乘佛教 是为了接触众生 那你透过众生的方便 不管他做医生 做什么行业 那你必须透过这个行业 表现出这个动机 我想这个世间称赞的 南丁格尔 同样护士医生在赚钱 但是南丁格尔 人家尊敬 同样医生这么多 但死怀这医生 人家在尊敬 因为他的动机 是无我平等悲心的 在做医生 同样成为政治人物 成为引歌星 也很多人让人尊敬的 并不是唱歌错 或政治人物错 而是他的动机正确 所以佛法必须 你特别大乘佛教 是要接触众生的 所以莲花生大师 连诗八变 这个八变 代表不量的变化 释迦牟尼佛也是无量的变化 观音菩萨也无量的视线 视线变成一个乞丐 变成一个老板 变成一个慈善家 变成一个国王 变成一个开车的司机 但是他随时都在帮助我们 所以让我们 只要你正确的发心 所以现在祈求莲花生大师说 让我自己真实圆满 菩提心大悲心 也能够利益众生 当下就可以开始帮助一点众生 脱离战士的痛苦 慢慢引导走路菩提岛 那祈求莲花生大师加持 莲花生大师就会 化成不一样的形象 来度你 来引导你 当你这边走的有一点不对 他会来推你一把 这个叫佛菩萨的存在 你放心好了 所以只要你完全的 这样去祈愿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 短的祈愿文 齐情乌金如意宝 为缘障碍勿生奇 顺缘意乐皆达成 四共与不共成就 其请乌金如意宝 为缘障碍勿生奇 顺缘意乐皆达成 四共与不共成就 四 你放心好了 有一位应该是藏地的吧 西域的法师到我们汉地 中国想要来弘扬华颜经 那个时候他拿到的华颜经 是梵文的 那你到中国来 你不会讲中国的语言 推广怎么推呢 所以他祈求观音菩萨加持 他礼拜观音参了二十一天 这个叫求那拔陀罗吧 哪一天有一天做梦 梦到观音菩萨给他换一个头 隔天早上就可以讲汉语 用汉语去推广化颜经 所以这个叫佛菩萨的不可思议 生病很严重 我想各位感应比较多的是 这个人病得很严重都快死了 一下好了 指数零没问题走出去吧 这是我亲眼看到百分之一百太多了 就是如此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都可以改变了 只是你给他什么祝愿 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怕 不要离开佛法就好了 所以这样的祈愿 让自己能够服务众生 也让别人能够亲近佛法 所以太多的不可思议 所以连世祈愿咒 念一下 好我们来念三遍 我们大家都变成连化生大师 但是连化生大师 世间在我们的头顶 百千万一变化 然后满众生所有的善愿 众生所有的恶业 也让他能够消灭 透过这个恶业的苦 让他们觉悟 把世间的所有都变成 众生成就佛道的顺缘 或逆争善缘 然后不断地去齐情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只告诉各位 千万不要烦恼 只要好好祈愿就好了 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 开始起烦恼了 那你的问题来了 你用烦恼去处理事情 等于把对上的火 又加汽油 让对方烧得很惨 你要去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 不管世间的任何世间法 你有烦恼 交入情绪的 你都没有资格跟他们谈 你要退 你在后面念念佛 很平静地回向给他们 可以了 就像我常做比喻的 四个人在赌博打麻将 你很客观在旁边看 看一眼也知道哪一个输 哪一个赢 因为你没有加入这个是非里面 但是如果你开始希望这个人赢 那你就开始看不懂了 所以各位永远要客观 佛教为什么想 你越想要帮助众生 你越要客观 站在旁边 很客观地看 隔壁有两个父亲在吵架 反正两个都不是我的媳妇 或者我的儿子 我只是冷静地看 希望他们两个不要吵架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加入战争 这样就完蛋了 你很偏心 特别女孩子 我儿子重要 我儿子重要 全世界都不重要 就你儿子重要 那你很自私的人 你没办法谈佛法 你是把佛教当买卖而已 当交换 我怎么给你拜 我给你拜 你怎么让我儿子这样 那你用这个私心就不能谈下去了 所以为什么佛要制定我们出家 因为我真的要研究 要去实践菩提心 我太太这么爱我 我没办法修行 我没办法修行 就像我出家没多久 那我在台北 坐在那边做字课 有几个女性徒来 刚好我太太来调查我 看到那几个女性徒长得很漂亮 他就发飙了 正常心态 我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 哎呀对啊 那这个要小心了 以后他来我就跑远一点 跟男人讲话 所以因为没办法 因为他的动机 虽然他我要护持你 我对你很好 但他目的 他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自私的动机在里面 他不认为错的动机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 如果自己有一个 有一个我要保护我们佛教 而跟其他宗教对立 我要保护我的法门 而跟其他法门对立 那你也看不到他的优点 学不懂 你也没办法融入他 所以各位 你到哪里 你就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谱门视线 然后呢 去瞒他的愿 而不能有一个私心在 所以每次都会被自私 自我重心是痛苦的因 整个佛教的忠心教法 就是调无这个我 为根本 那进一步呢 你没有我了 你才有众生在你心里面 你没有我了 你才有大慈大悲表现 如果你还有一个自我保护 那不行 就像我 我经常告诉信徒 你不要去告诉外面 哦我们师父 哦要钱 我说我不要钱 是你要钱 你不要讲我 人家世界上道场那么多 需要帮助那么多 你不要讲我 为什么你这样还是个私心 看谁业绩交得多 师父 我进贡 我进贡你多少 那我对他很客气 我不客气 他会翻脸哦 因为他用这个钱 他想说你们出家人要钱 我就进贡你嘛 去拉外面 那这个动机不对 佛法是当下 你当下去帮助对方 你尽你的力量去帮助 这样就好了 你不能把你的法门师父 又变成你的压力 我们拜一个师父的意思是 希望你对所有的善知识 有平等心去吸收他的优点 那可以 而不能说 我拜一个师父以后 然后我就学不到别人的优点 那你不是很吃亏吗 所以每一个在做事的人 不凡是世间法 他身上都有优点了 对不对 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医中仁医师 自COVID-19的预防射是预防感染 挑变当情和失望上有效的方式 第七日 只要复合目前开放的助手障时 而且经过医生的病毒 就能够趕快来注意防射 相关感染的风险 另外也要特别提供大家 高兴的时代 若是感染COVID-19 容易申请严重的病化症 或是失望 为了保护处来的时代 车有合住手障时的时代 趕快来注意防射 若是最近身体有状况 若是万千八千不稳定的人 车在身体状况更稳定后 早安排注意防射 在在住手后7天来 车都观察时代 若有住手部位 或是几分区无双款的欢迎 若是一直有状况 或是没在两天一来 变得更开玩 就要马上快选 最后提供大家 注意防射力